暗恋竹马的第七年,在闺蜜的鼓励下 我拎着鲜花蛋糕,坐了整夜火车去跟她告白 却在人生顶废的篮球场 撞见她们稳在一起 竹马懒着闺蜜,语气冷漠地问我,你来干什么? 没看到我很忙 我满身狼狈,正想开口解释 一旁她是有青校出生,女朋友给我送蛋糕,关你什么事 订阅恋恋推文,每天更新精彩完结文 正文现在开始 我拎着蛋糕找到篮球场的时候 陈继正把我闺蜜林飞摁在篮杆上亲 林飞也只是愣了一瞬,反手抱住了陈继 与她深情拥吻,天气炙热 我站在篮球场外,由于坐了一整夜的火车 有些头重脚轻 只觉得周围的欢呼声快把我耳膜刺破了 我们刚才还打赌,陈哥能不能把林飞拿下呢 暧昧了这么久,也该在一起了 来来,给钱 听到这句话,我抱着鲜花和蛋糕的手顿时没了力气 手机上是林飞刚发给我的短信 陈继在篮球场,快来告白 天阴阴的,还起了风 我忍着尴尬和失落,飞快地跑出篮球场 身后传来林飞焦急的声音 她都快哭了 一,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很累,也很委屈 不想花心思去想 为什么林飞会在所问我告白这天 跟我的告白对象稳在一起 可一摆还是被拉住了 林飞原本红润的脸颊有些惨白 她慌乱地把陈继往我这边推 声音里是压不住的委屈 一一,让陈继跟你谈 陈继反握住林飞的手 单单问道,瞎闹什么 这么想把你男朋友送出去 林飞倔强地扯着我,没有松手的意思 可是她的手,也没有从陈继手里抽出来 场面一时间僵住了 陈继看见林飞的眼泪,眼神一暗 转而责问我,谁让你来的? 没看到我很忙吗? 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 心怀忐忑,彻夜不眠 到头来,却换了一句冷冰冰的逐客令 要说的话,就再也说不出来了 正开林飞的手,正准备灰溜溜地走人 旁边突然传来一道冷淡平和的声音 我让她来的,怎么了? 一个高挑的身影出现在不远处 她被懒得掀起眼皮,看向我 送礼物都能送错人,过来 我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场景下 再见到沈璐洲 上次见面,还是三年前 沈璐洲作为我们学校理科状元上台演讲 我给她递奖杯的时候 扮在红毯上,连人带奖杯摔了出去 后来,她和陈继考了同一所大学 还成了室友 好像每次见面,我都在丢人现眼 陈继有些不爽 陆周,你不用管她 让她哪来的回哪去 话音刚落,沈璐洲轻轻笑开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女朋友来送蛋糕,关你什么事 因为这句话,当晚 我作为沈璐洲女朋友 出现在了陈继的生日聚会上 现场的气氛有些微妙 林飞频频望着我 好几次都忘了吃饭 看她干什么 陈继促着眉,多吃点 别怕,没人能欺负你 我隐忍很久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直勾勾盯着陈继 说清楚,我欺负她什么了 陈继沉着脸没有说话 我又转看向林飞 问道,你是在害怕我吗? 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吗? 林飞摇了摇头 没有 沈璐洲递给我一杯西瓜汁 云淡风轻地说 胆子小,就别带出来见人 又随手抓了把开心果 清点包,别把人吓死 噗哧 周围几个人没憋住 笑了出来 林飞脸色有点难看 借口上洗手间的功夫跑了出去 生日聚会的后半程 我又累又困,打算提前离场 刚好借着沈璐洲接电话的功夫 起身跟了出去 我是想跟沈璐洲道一声谢的 我千里迢迢地赶来 在最尴尬无助的时候 是她帮我解了尾 走廊外光线昏暗 沈璐洲正在走廊尽头打电话 清冷的声线略微压低 在走廊之间回荡 我这才知道 她是他们学校学生会主席 今晚本来有其他事情的 却推迟了事情来参加这次的聚会 我站在几步开外 想等她打电话结束 沈璐洲看见我 声音一顿 待会给你打过去 挂了电话 转头问我 怎么了 今晚,谢谢你 沈璐洲在窗台边靠坐下来 静静地盯着我 就在我以为自己脸上有东西的时候 沈璐洲突然问 明天要不要去游乐场 跟我 不然 沈璐洲四笑非笑地问 你不是发了要去游乐场的朋友圈 总不能白来一趟 窗外的风吹动了她零碎的黑发 白衬衣的衣角来回摆动 她就这么懒懒地瞧着我 却让我好不容易压抑地委屈扶上心头 我猛地低下头 擦了擦眼角 谢谢 那我明天请你吃饭 沈璐洲好久都没有说话 就在我以为 她要嘲笑我是个爱哭鬼的时候 她突然拖着调子 说道 好啊 女朋友 沈璐洲因为学生会的事 提前离开了 我从洗手间出来 在门口碰见了林飞 她唇上戴着牙印 一见到我 眼泪就掉个不停 对不起 依依 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只觉得恶心 挥开她的手 掏出手机问道 订酒店花了多少钱 我把钱转你 林飞一愣 一 对不起 我忘记给你订酒店了 她的声音仿佛隔了一层水雾 让我以为 是自己听错了 这还是那个 我真心相待的闺蜜吗 她当时自作主张 说要帮我订酒店 让我买票过来就好 结果现在闹这一出 林飞 你是故意的吧 林飞为难地说 对不起 当时学校附近的房间都订满了 加上沉寂又对我穷追不舍 我就忘了 要不你今晚住我宿舍吧 我不想再理她 转身就走 林飞却一把拉住了我 一 忘了告诉你 沈璐洲有喜欢的女生了 刚才她 是为了帮你解围 你不要乱想 我怕你再受到伤害 我看着她小心翼翼的绿茶劲 突然觉得很烦 毁掉了她拉住我的手 林飞却猝不及防 柔弱地狠狠摔在地上 我扯出一个讽刺的笑 你是沈璐洲肚子里的蛔虫 知道她怎么想 林飞低着头 没有说话 可她的呼吸声 却骤然变得有些粗重 沈璐不知道从哪冲出来 狠狠推开我 抱着软倒在她怀里的林飞 冷声说道 你带的蛋糕里有芒果 见我冷冷地盯着她 沈璐怒了 你不知道林飞 芒果过敏吗 你要把她害死吗 那一刻 我才诧异地发现 林飞嘴唇发紫 我知道她芒果过敏 但是芒果 也是林飞特意让我放的 她说 沈璐最喜欢吃芒果了 凌晨一点 林飞被送到了隔壁医院 医生叹了口气 知道过敏还吃什么 不要命了 沈璐猛然转头 面色沉沉地 看像站在一旁的我 飞飞还躺在里面 你满意了 我深吸一口气 反问道 沈璐 你是没脑子吗 林飞明知道里面有芒果 自己没管住嘴 跟我有什么关系 沈璐的目光更冷了 乔一 别装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这次来为什么 我和她在一起 就让你这么难受 故意买个带芒果的蛋糕来害她 望着眼前不分青红皂白的人 这一瞬间 我清晰地意识到 自己后悔了 当年沈璐每天放学留下来 给我补数学 鼓励我跟她考一个大学 开玩笑说我没了她 可怎么办的时候 我不该觉得 沈璐喜欢我 此时 一夜没合眼了 浓重的疲惫感 让我开始心悸 我闭眼缓了缓 掏出手机 毫不犹豫地摁下了110 即将接通的瞬间 沈璐突然躲过 我的手机摔在了地上 够了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看着地上摔烂的手机 慢慢蹲下身 把碎片捡起来 然后一股脑袋朝着沉寂的脸 扔过去 我是暗恋了她七年 不代表我没有尊严 医生 麻烦帮我报警 我已经撑到了极限 眼前阵阵发黑 往后栽倒的一刹那 一双手稳稳地撑住了我 干净的香皂味 带着一股子薄荷的香气 静止钻进鼻子里 沈璐洲冷淡清晰的嗓音 自头顶传来 她晚饭吃得有点少 可能是低血糖了 麻烦医生给她看一下 意识模糊间 我似乎听到了拨号声 沈璐洲冷淡的声音隐约传来 你好 我要报警 医生给我喂了带葡萄糖后 我缓了过来 沈璐洲已经打完电话 不冷不热地盯着林飞 林飞心虚地缩进沉寂怀里 我 我就尝了一点点 而且蛋糕放在那 本来就是让人吃的 沈璐洲面无表情地说 可是医生说 你不像是吃了一点的样子 这件事 还是等调到监控 当警察面说清楚比较好 从前上高中的时候 我就知道林飞怕事 路边看见警察走路都顺拐 每次都是躲在我后面 这次警察来 直接把林飞吓得动都不敢动 我把前因后果详细地告诉了警察 警察指着视频里吃了三块蛋糕的他 问 知道过敏你吃三块 那么大的芒果夹心尝不出来 林飞吓得脸色惨白 只会一个劲地道歉 对不起 我就是嘴馋 下次不会了 他无助地低着头 默默地掉眼泪 沉寂又心软了 行了 态度跟刚才怒斥我的时候 判若两人 林飞眼眶一红 正准备寻求陈继的安慰 我却拿过沈璐洲的手机 朝陈继亮出二维码 林飞吃了我的蛋糕 你摔碎了我的手机 当着警察和医生的面 赔钱吧 突然被Q的沈璐洲昂了一声 我作证 我女朋友确实有财务损失 陈继脸色难看极了 乔一 你跟我计较这个 你都让我滚了 我还要感谢你摔了我的手机吗 有警察在场 沉寂很痛快地给我转了账 却在看见沈璐洲扶着我离开时 面色突兀地沉了下去 从医院出来后 我顺着门前的小巷子走了很久 越走越快 直到拐过一个路口 看到空无一人的街道 我才蹲在地上 把脸埋进膝盖中间 夏夜无声 紫色的丁香花海 隔着老师小区斑驳的铁栅栏 伸出来 一阵风吹过 花瓣飘飘洒洒 路灯很暗 地上只有两道人影 蹲着的我 和站着的沈璐洲 沈璐洲说 没事 哭吧 我帮你保密 压抑了一整天的情绪终于崩溃 乌夜声穿过了丁香花塘 在夜晚空无一人的街角回荡 来之前 我都想好了 被拒绝也没什么 至少还有林飞陪着我 来的路上 我跟林飞聊得热火朝天 从美食到景点 甚至说到 如果告白失败 我们要去哪个酒吧狂欢 可是整整一天 我经历了沉寂的羞辱 和林飞的背叛 情绪已经绷不住了 沈璐洲靠在我身后不远 刚刚好避开了我的正面 让我得以遮掩 自己狼狈的脸 站了好一会儿 我才肿了眼睛站起来 今天谢谢你 沈璐洲没有看我的眼睛 而是盯着手机 漫不经心地嗡了声 距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 好睡一觉吧 游乐场改后天 行吗 我哑着嗓子说了句好 这时 一辆警车路过 停在了我们面前 车窗落下 里面的人熟忍地 跟沈璐洲打招呼 小周 这就是你朋友吧 沈璐洲嗡了声 他订不到酒店 陈阿姨说 今晚可以住他呢 麻烦您给他送过去 放心 上来吧 见我目光睁睁地盯着他 沈璐洲淡淡解释道 怕你不放心 让我小叔送你一趟 我这才反应过来 他怕我信不过他 所以干脆找了 当警察的亲戚 给我送到靠谱的地方过夜 我张了张嘴 发现今晚已经说过 很多次谢谢了 于是改了口 后天 我请你吃饭 沈璐洲笑了笑 似乎知道我刚才心里所想 说 这句也说过了 见我有些窘迫 他替我拉开了门 好了 后天见 门关上了 在我还没来得及 跟他说再见的时候 沈璐洲已经在 渐渐远去的风景里 化作黑影 我万了没想到 陈阿姨住在警局旁的家属院 我放心地足足睡了一天一夜 睁开眼便看到 沈璐洲发来的消息 醒了喊我 我发了灰愣 突然跳起来 急忙穿上衣服 今天约好跟沈璐洲去游乐场 还要请他吃饭 马上要迟到了 匆匆赶到游乐场的时候 沈璐洲正坐在路边的长椅上 两条长腿随意搭在前面的空地上 姿态慵懒闲适 阳光正好 穿过灵烧落在他身上 像一层细碎的撒金 我跑得气喘吁吁 你什么时候来的 沈璐洲给我扣了顶遮阳帽 声音里带着笑 刚刚 不早也不晚 女朋友 说完自然地牵住了我的手 我浑身一僵 沈璐洲靠近我 轻声说 别回头 沉寂在后面 果然 我听到了林飞的声音 暗自觉得倒霉 怎么到哪都能碰到 这两讨厌的人 于是主动往沈璐洲那边靠了靠 贴在了他胳膊上 去鬼屋吧 林飞胆子小 一般会避开这种地方 可是工作人员帮我们分组的时候 我却看见林飞牵着陈继走进来 一 我刚才喊你了 你没听见 陈继的视线 在我和沈璐洲牵着的手上一顿 又冷漠地一开 跟沈璐洲说 组个队 沈璐洲看向我 我说 我没意见 沈璐洲当然也没意见 于是我们四个被分到了同一条道路 进入通道后 光线按下来 林飞被吓得缩进陈继怀里 陈继 我好害怕 其实我也害怕 但碍于面子 不好跟沈璐洲贴太近 只是紧紧抓着他的手 脚步很急 感知到我掌心微微出汗 沈璐洲紧了紧手 慢点 出得去 我点了点头 可是后背吹来的凉风 还是让我不自觉地加快脚步 突然在某个拐角处 传来林飞的尖叫声 我打了个哆嗦 沈璐洲将我拽回去 抱在了怀里 周身的冷气不见了 取而代之是 沈璐洲滚热的身躯 虚 他温热的气息 擦过了我的耳锅 唇好像碰到了我 鬼在那边 刚才你差也就撞上了 那边的林飞已经吓哭了 我顾不得矜持 死死抱住沈璐洲的腰 小声念叨 你别让他过来 求你了 别让他过来 沈璐洲似乎笑了下 好 铁链声似乎渐渐来到了我身后 沈璐洲将我的头按在怀里 笑着对NPC说 哥们 放过我们城吗 女朋友胆子小 对方发出不甘的怒吼 拉着铁链 慢慢咧咧离开了 NPC走后 沈璐洲还抱着我 心跳声此起彼伏 还夹杂着低热清缓的喘息 我此时才意识到 我们有些暧昧了 还能走吗 沈璐洲声音很低 近乎而语 我脸有些发烫 正准备松开手 对不起 我 沈璐洲反手抓紧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 这句话像一根羽毛 轻轻落在了心坎上 她的掌心 突然有些灼人 我一抬头 对上隔壁沉寂的视线 晦涩难懂 随后 她移开了目光 接下来的路 NPC都没有来骚扰我们 反而林飞被吓得尖叫声频频 沈璐洲拉着我 一路有惊无险地走出来 因为胳膊上蹭了灰 我去洗手间清理了一番 林飞紧跟着进来了 一 为什么从刚才起 你就不理我 借着洗手间明亮的光线 我才发现 她今天精心打扮过 穿了身适合拍照的小裙子 正委屈巴巴地看着我 我擦干手上的水 扭头准备出门 林飞突然抬高声音 乔一 你真的拿我当过朋友吗 我以为你会祝福我们 这句话戳了我的死穴 我扭头 有些讥讽地反问 林飞 你的脑子呢 林飞似乎被我刺激到了 你暗恋沉寂 我知道 可是谁让你没考到 跟我们同一所大学呢 我每天帮你盯着沉寂 我也会动心啊 那你为什么要窜夺我告白 因为我快要压不住 自己的感情了 我本来没想跟她在一起的 是她突然跑过来吻我 你知道的 我不会拒绝 够了 我打断了林飞的话 你无辜 软弱怕事 被告白了不会拒绝 嘴馋偷吃不敢承认 到最后 是我来承担后果 你有什么脸 让我把你当朋友 林飞瞪着两只眼 眼眶红红的 不说话了 外面传来沉寂的声音 飞飞 好了吗 林飞抹了把眼泪 低声说 都是我的错 是我对不起你们所有人 我分手总行了吧 说完 她推开门 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 沉寂就听到了最后一句话 她猛地拽住我 掐得我生疼 你跟飞飞讲什么了 没说什么 就是绝交了 沉寂气笑了 乔一 你又不幼稚 你拿绝交 逼她跟我分手 我没拿到逼她 也不是她妈 她想跟你分手 说明你不够有魅力 跟我有屁的关系 沉寂今天似乎出奇的强势 拉着我往外面走 找不到她 你也别逛了 你有病吧 我买票进来的 你想给我送出去 我报警了 乔一 你以为你是谁 她脸色彻底冷下来 搅乱我的生活 弃走我女朋友 我连请你离开 我的权力都没有吗 她猛地把我拖到旋转木马前 指着不远处的人说 看到了吗 那才是沈璐洲的女朋友 只见沈璐洲 站在细碎的阳光里 有个穿JK裙的女生 从旋转木马上跑下来 笑眯眯地抢走了沈璐洲 买给我的可乐 沈璐洲只是一脸无奈 陈继掏出手机 调出了她和沈璐洲的聊天记录 你以为那晚 她怎么知道你没地方住 我看了她和沈璐洲的聊天 陈继 兄弟 女朋友在 走不开 帮我把乔一照顾好 她今晚没地方住 沈璐洲回了个OK 陈继收回手机 现在 你还认为沈璐洲喜欢你吗 你留在这里 不过是继续给我们所有人增加麻烦罢了 我自认为 在感情上 自己是不够勇敢 不然也不会一段暗恋 藏了七年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 所以不顾沉寂的冷嘲热讽 朝着沈璐洲走去 几步之外 沈璐洲就发现了我 她面前的女孩子 在兴高采烈地讲话 沈璐洲压着她的脑袋 把她藏到了身后去 她是谁 沈璐洲抿着唇 还没来得及说话 背后的女孩子 突然探出身子 你好 我是沈璐洲的妹妹 你一定是我嫂子吧 我酝酿好的情绪 突然就消失了 只剩下茫然 亲 妹妹吗 沈璐洲面无表情地 把女孩推向不远处 不是说你朋友在等你 离我们远点 哦 不知道为什么 沈璐洲有些严肃 女孩走了两步 突然窜回来 连珠炮似地念叨 你是不是乔一 我哥可喜欢你了 他还留着你毕业 写给他的同学录 嗯嗯 沈璐洲眼疾手快地 捂住了他的嘴 闭嘴 滚 他被扔出了两米远 还朝着我喊了句嫂子 我和沈璐洲同时尬在原地 旋转木马又开始转起来 欢声笑语填满了四周的空气 我感觉沈璐洲的视线落在了我脸上 语气很淡 他没脸没皮 说的话别往心里去 我盯着脚尖 嗯了声 那我的饮料 被他敲诈走了 我重新给你买 是同学录的事 沈璐洲一噎 主动握住了我的手 不冷不热地印道 是 同学录的事 沈璐洲的同学录 我记忆犹新 毕业前夕 班长突然抱着一打格子指走进来 沈璐洲的 大家有空可以写点毕业寄议 真是起了怪了 那么高冷的人 还喜欢这个 不过他准备了小礼物 填完的同学来我这里取 那会儿我和沈璐洲还不熟 在班长的序道中 我写下了毕业快乐 前途四锦八个字 夜为数了名 沈璐洲的礼物也收到了 是当时我最喜欢的一个钥匙扣 想起这件事 我笑着说 同学录都是小时候用的 高中为什么会用这个呀 毕竟那会儿智能手机 已经普及很久了 风吹动了路边的薰衣草 香气富与扑朔 沈璐洲的声音 化入了风里 为了你的名字 我没怎么听清 为了什么 沈璐洲没有回答 在笑 于是我也笑起来 太阳西沉 中央广场坐满了人 据说入夜后 会有盛大灿烂的烟花 我挑了个视野绝佳的位置 拉着沈璐洲席地儿坐 夜幕似合 绚烂的晚霞 逐渐被墨色取代 四周此起彼伏的人声 混着微微的风声和重鸣 撑起了今夜喧嚣的盛响 我接到了林飞打来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哭着问我 你能不能原谅我 一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你一天不原谅 我一天就不跟沉寂复合 好不好 比起来时得知闺蜜背叛的愤怒 我已经平静了很多 你是在道德绑架我吗 我不答应 就成了害你爱而不得的罪人 就是我霸道自私 是这样吗 电话那头只剩下林飞的物业声 她确实是这样想的 我笑了笑 声音里多了份无力感 林飞 不过是一个男人而已 你喜欢 给你就是了 可是你不该骗我耍我 这一点 我永远没法原谅 你明白吗 挂掉电话 沈璐洲递来一颗包好的橙子 开始了 伴随着音乐响起 一道绚烂的烟花 在夜空中怦然炸开 巨大的城堡 注立在暮色中 光彩夺目 这场横跨了七年 占据我整个青春的苦涩的暗恋 终于在今夜画上了句号 我扭头 发现沈璐洲刚好也在低头看我 她的前额 沾了片树叶 现场人声鼎沸 音乐震耳欲聋 我如果此时说话 她应该听不见吧 于是我指了指自己的额头 沈璐洲一愣 伴随着音乐进入尾声 十几发灿烂盛大的烟花 飞入高空 砰 漫天光彩之下 沈璐洲低头吻了我的额头 奇异的麻痒 从额头为中心 逐渐扩散到全身各处 将我瞬间定格 四周渐渐黑暗下来 历史路灯又亮起来 远处旋转木马 欢快的音乐 重新灌入耳朵 周围的观众纷纷起身 只有我和沈璐洲没动 是不是 沉济在后面 我感受到沈璐洲略微炙热的视线 低着头 一动不敢动 沈璐洲笑了笑 她不在 我的心猛的一颤 那你 她不在 我就不能吻你了吗 沈璐洲去买冰激凌的时候 我正在不远处的长椅上 坐立难安 说实话 我没谈过恋爱 跟男生最近距离的接触 也就是坐在沉济身边 他给我讲题时 不小心相碰的膝盖和手 今夜这些问题 明显超纲了 我正低头在网上发帖子 询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眼前突然站了一个人 你们真在一起了 沉济语气低沉 这是他发火的前兆 跟你有关系吗 怎么跟我没关系 你爸妈知道你来找我 我就得对你的安全负责 见我不说话 他叹了口气 瞧一 能不能别这么任性 谈恋爱不是谁都可以 听话 回去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我知道不是谁都可以 沈璐洲不是别人 沉济脸色沉下来 可是你明明 我看到了他眼底的不甘 反问 我明明什么 我明明喜欢了你七年 结果现在 却喜欢上了别人 你觉得不应该是吗 这是我第一次 当着沉济的面 把话摊开了 沉济表情 肉眼可见地僵住了 嘴唇紧紧抿着 没有说话 我站起来 所以你觉得 我该是什么样 看到你和林飞在一起 窝窝囊囊在你的不耐烦里 灰溜溜离开吗 沉济生硬地说 不是 一一 如果你研究生考到这里 我可以考虑跟你在一起 我笑了 他明知道我的专业在北方 会有更好的发展 林飞呢 你对他是什么态度 沉济反问 你觉得呢 我要是喜欢 不早就下手了 何必等到你来的这天 话落 他并没有在我脸上 看到他想看的感动 我抬手 干干脆脆地甩了他的巴掌 沉济被打懵了 捂着脸 一一 你 啪 又是一巴掌 正当我举手 落下第三个巴掌的时候 林飞不知道从哪冲出来 拦在沉济面前 吓得缩起脖子 抖着声音控诉我 乔一 你打够了吗 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你有什么资格打他 我看着面前这一对 突然觉得有些可笑 刚才我和陈继的话 林飞绝对听见了 也该知道 我这两巴掌里 有一半是为了他打的 他却选择维护陈继 飞飞 打那天之后 我第一次叫回了林飞的小明 我之前 一直纳闷 一个男人 何德何能 离间我们俩 现在我知道了 因为你足够配得上他 说完 我又给了林飞一巴掌 好好守着你的男人 一辈子别分 从游乐场出来 我才突然想起 自己好像 把沈路舟落在里面了 我给沈路舟打了个电话 那头接起后 只剩下夏夜安静的重鸣 我有点尴尬 对不起 刚才遇到点事 把你忘了 沈路舟笑了笑 看见了 那几巴掌 打得真爽 我在路边的小花坛坐下来 百无聊赖地盯着路边的小石子 说 沈路舟 我要回北京了 嗯 我的专业在北方可能会更好 后面的话我没说出口 其实陈继说的没错 一滴恋太难了 更别提 我和沈路舟的关系 还远没到男女朋友那一步 乔一 抬头 我抬起眼 看到沈路舟站在路灯下 手里捏着甜筒 正对着我笑 心慢慢地提了起来 继而飞快地跳动着 咚咚 咚咚 下一秒 沈路舟温柔的声音 盖过了风声 从听筒和小路对面 同时传过来 我喜欢你 明年 我会考去北京 所以你不要担心 心跳突然漏了一拍 继而是不怎么浓郁的甜 一点点从心筒蔓延开来 沈路舟笑着说 本来怕告白太快 吓到你 不过现在好像 不告白不行了 我脸迅速窜红 别开头嘟弄 我没有逼你离开这里的意思 嗯 没逼我 我自愿的 沈路舟拉着我的手 避开了前门拥挤的人群 我们聊了很多 人生规划 未来期许 一直到陈阿姨家楼下 还意犹未尽 分别前 我还是说了句 沈路舟 你的人生决定 不要因为我而做 风渐渐停了 街角理发店的彩色螺旋灯 转得人脑袋发晕 沈路舟点点头 放心 不会 在那之后 我回了北京 开始忙着准备考研的事情 一晃眼到了中秋 沈路舟忙着深考研究生 没空回家 我在北京 也忙得团团转 没机会跟他见上一面 本来以为就见不到了 这天傍晚 我突然接到了沈路舟的电话 我在机场 我愣了下 哪个机场 北京的机场 北京前几天刚下过雨 今天刚刚放晴 干热充斥在空气中 却压不灭我心里的躁动 我匆匆穿上衣服 我去接你 不用 沈路舟说 你乖乖在学校等我 室友一早就听说过我之前的遭遇 纷纷闹着要去看沈路舟 于是 在太阳刚落入地平线的黄昏 沈路舟捧着一束鲜花 在室友的审视下 脱离人群向我走来 寝室长眼都瞪圆了 我靠 好帅 所有人 撤 把亲嘴时间留给小情侣 他这句话喊得比较响 沈路舟老远就听见了 被逗笑了 我尴尬地摸摸鼻子 你别介意 他们平常就喜欢开玩笑 沈路舟嗡了声 把花递给我 然后低头 吻在了我的唇上 我的脸瞬间爆红 这可是在校门口啊 后面是不是沈路舟他们学校的老师 周围还有好多认识我的同学 沈路舟浅长折指 莫尾摸了摸我的头 想你了 我捧着花 僵在原地 绊绊磕磕地说 我 我也是 寝室长笑咪咪地跑过来 帅哥 时间都留给你了 怎么才亲这么短 知道我们依依是谁吗 大学霸 人美心善 人缘好 追求者从这排到南极 你问问周围有几个不知道的 话落 校门口出来买饭取快递的同学们 就开始起哄 还有几个学弟 红着脸喊我 乔伊学姐 我们也喜欢你 沈路舟笑了笑 抱歉 我告白比你早 你乔伊学姐现在喜欢我 众人渐渐散去 我侧头看见 后面还站着沉绩 他们似乎是一整队过来的 沉绩孤僻地 待在没人的地方 抽着烟 以前是不会抽烟的 我把目光移开 问沈路舟 你来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沈路舟说 沉绩在 不想让你闹心 而且你今晚 不是还有事情吗 嗯 那就个忙个的 等忙完我找你 好 我事情结束得比较早 晚上八点 去了沈路舟他们的酒店 刚进门 就被一个人拽着手腕拖出来 还没站稳 酒气就来了 沉绩喝醉了酒 看我的眼神怪吓人的 乔伊 你这么上赶着 你爸妈知道吗 我问 我上赶着什么了 才认识他几个月 就上赶着陪睡 还不叫上赶着 沉绩的声音很大 吵得所有人都看过来 却还不知道收敛 他又不像我一样 知根知底 乔伊 你跟他都不如跟我 我狠狠踹了他一脚 这一脚用了蛮劲 发出东一声闷响 看着沉绩吃痛的弯下腰 我摁下我爸妈的电话 放到沉绩面前 来 给我爸妈打电话 告诉他们 我要跟自己男朋友睡 你不让 你觉得我应该跟你睡 我甚至还亲自拨通了 他爸妈的电话 摁下了免提键 打完他们 就再给你爸妈打 他们儿子上 赶着破坏别人感情 他们也该知道 陈记脸色很难看 闷头喘着粗气 一言不发 我憋了很久的怒火 终于爆发了 抓住他的头发 喊道 打电话 别让我瞧不起你 陈记看着屏幕上 闪烁的电话号 最终还是没能 摁下拨号键 我松开了他的头发 冷冷骂了句 耸祸 你哪来的自信 觉得我跟人 沈璐洲谈恋爱 是为了气你 你并不富裕的经济条件 和并不聪慧的大脑吗 现在看来 情商也蛮低的 不远处的大门 无声划开 咿咿咿 沈璐洲拎着一袋 热腾腾的油炸膏 站在那喊我 陈记擦了擦脸上的灰 一言不发地起身 朝着沈璐洲走去 我他妈拿你当兄弟 你就这么对我 挥出去的拳头 被沈璐洲轻飘飘地躲过 陈记栽倒在地 沈璐洲一边帮我 打开塑料袋 一边笑着说 陈记 谁跟你是兄弟 陈记被摔得七昏八素 还被后面出来的教授撞见了 他瞇了瞇一眼 陈记你喝酒了 晚上有研讨会 你不知道吗 像什么样子 沈璐洲一副 事不关己的样子 给我拧开一瓶水 少吃点 待会还有别的 陈记被他们教授 拎去驯化了 走出很远 我才笑出声 你刚才办他干嘛 小心人家告你 沈璐洲忍君不禁 下次不会了 对了 陈记跟林飞分了吗 分了 陈记提的 我点点头 没说什么 很快话题被接过 一整晚都没再被提起 这应该算是我和沈璐洲的第一次约会 没有旁人捣乱 只属于我们两个的约会 今天运气不太好 电影放映延迟了半个小时 电影结束时 已经快十二点了 我和沈璐洲手拉手走在林荫道上 斑驳的灯光 被树影西式的灰暗不明 我们谁都没有讲话 快到学校附近的时候 我说 我们进过了 嗯 我知道 沈璐洲声音有点紧 掌心也有点热 我带身份证了 说这话的时候 我紧张的手心都出了汗 沈璐洲目不斜视 我刚才帮你预留房间了 我的脸瞬间变得通红 哦 这样 气氛瞬间干大下来 我们一路牵手回了酒店 在前台拿到了我自己的钥匙后 沈璐洲把我送到了门口 我就在你对门 有事可以喊 打开门后 我转身看着还站在门前的人 喊道 沈璐洲 嗯 你不是说有事可以喊 沈璐洲笑了笑 那你有事吗 我往后退了一步 沈璐洲 沈璐洲不笑了 几秒钟后 他走上来稳住了我 不同于校门口 浅长折指的吻 这个吻更有侵略性 他将我推进门里 关上了门 黑暗为这个吻染上了另一种色彩 滚热的呼吸交融 拼命汲取着肺里的氧气 直到某一刻 砰的点燃 眼前冒出绚烂的星火 沈璐洲抵着我的额头 声音发哑 我等这一天好久了 哪一天 可以肆意吻你的这天 隔着一层白衬衣 我感受到了沈璐洲狂乱的心跳 疯了斑 撞击着我的掌心 我还想再说些什么 沈璐洲嘘了声 然后抱紧了我 安静一下 等一会儿就好 我揽着他的脖子 将头慢慢埋进了他胸口 沈璐洲 接下来呢 沈璐洲深吸一口气 非要在这种时候说 你以为我能忍多久 感受到我僵硬的身体 沈璐洲笑了笑 嗯开了玄关的灯 早点睡 我走了 这次 我没敢再喊他 第二天一早 我被电话声吵醒了 一道陌生的声音 对我冷嘲热讽 乔伊 你要不要脸 林飞拿点对不起你 你要抢他男朋友 我刚睡醒 迷迷糊糊听到了 那头林飞的哭声 还没来得及问清楚情况 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下楼吃早饭的时候 我撞见了沈璐和林飞 林飞有些憔悴 拽着沈璐的袖子 哭哭啼啼 显然是连夜赶过来的 沈璐 你说好要跟我在一起的 沈璐不耐烦的醋眉 是你自己提的分手 忘了 林飞脸上表情一空 猛地转头看向我 两行眼泪就滑落下来 一旁陪着她来的小姑娘冲过来 推了我一把 你就是林飞的好闺蜜吧 亏林飞一直把你当好朋友 你先到的绑架她 让她跟沈璐分手 可在还在酒店跟沈璐开房 我不曝光你 跟你性 林飞咬着唇 算了 你别这样 小姑娘愤怒地甩开她的手 一身正气 你别怕 有我在 谁都欺负不了你 我在这个姑娘的身上 看到了我的影子 许多年前 我也曾经为林飞跟人吵架 后来才知道 懦弱的人并不全都善良 她同样可以是蠢得坏的 那姑娘掏出手机 怕吗 我已经给你挂到网上了 渣男贱女 就该待在垃圾箱里 我似笑非笑地望着林飞 你就是这么跟她说的 林飞一如既往地懦弱 对不起 一一 我拦不住她 我又看下那个姑娘 你不知道 是林飞窜多我去告白的 并且在告白当天 跟陈记在一起了 对方一脸冷漠 你以为我会信 证据呢 的确 林飞有打语音的习惯 没有留下 可以当证据的聊天截图 可是 告白的那束花 是林飞帮我订的 而我恰巧有花店老板的微信 老板曾给我发来 林飞和她的聊天截图 找我确认 你朋友给你订的花 要写别人的名字 你确定哈 他联系不上 只能来问你 截图上 林飞表明了 她订花的目的 是为了给朋友表白用 备注的寄语是 陈记 我喜欢你 那姑娘沉默了 这会儿 帖子的流量已经上来了 辱骂我的人络绎不绝 甚至很快就扒到了我的学校 我冷冷看着林飞 如果没有这张截图 这些网络暴力 会全部落在我身上 林飞 她说的是真的吗 面对女孩的质问 林飞慌了 对不起 我就是不想让你讨厌我 林飞永远有借口 为自己开脱 那女孩哽了一下 又问我 即便这样 你也不能跟陈记 在酒店里乱搞 话音刚落 网友就替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们是不是认错了 昨天乔一学姐 还跟她男朋友 在校门口亲亲我我 说实话 她男朋友 长得比陈记帅多了 想不通她 勾搭陈记的理由 沈璐洲出现在不远处 喊了我一声 一一 怎么了 女孩看到沈璐洲 一脸猛逼 沈学长 沈璐洲摁了一声 将我揽过去 问 你怎么在这里 她的目光 在我和沈璐洲之间 群寻片刻 意识到自己搞错了 没什么 就是 有点小误会 沈璐洲看到现场的几个人 明白了什么 语气瞬间转冷 沈记 为什么你和你前女友的破事 到今天 还在困扰乔一 我记得乔一 不止一次拒绝过你了吧 沈记面如死灰 是 那女孩有些茫然 林飞为什么说 是你不准她和沈记谈恋爱 我笑了笑 我跟他们俩早绝交了 林飞非要我跟她做朋友 才肯继续跟沈记谈 那这是跟你没关系呀 姑娘恍然大悟 是她自己欠 我和沈璐洲离开的时候 那姑娘正在朝林飞发火 你哭成这样 给谁看呢 别拿我当傻子 我陪你坐了一夜火车 你就这么骗我 我叹了口气 问沈璐洲 你认识她 嗯 新闻系 专业课还没学个一二三呢 就学人家伸张正义 沈璐洲捏了捏我的手 等她澄清之后 再上报学校老师吧 那姑娘的文笔不错 绘声绘色的叙述方式 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不少网友感慨 这种又蠢又坏的人 就该离得远远的 你们几个真惨 都被她骗了 林飞因为这件事 被学校老师叫去谈话 回去后 整天郁郁寡欢 成绩一落千丈 沈亲为那天 醉酒顶撞教授 被心仪的导师 取消了录取资格 接到爸妈电话那天 我刚好收到了 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 沈绩出事了 怎么了 过马路的时候 被车碾到脚了 正在手术 医生说可能会落下残疾 事发突然 又正值准备入学材料的时候 我没心情询问太多 等后来跟父母详谈 才得知 沈绩是被林飞推的 沈绩爸妈想告人家 却发现是沈绩先动的手 不占理 后面的事 就不清楚了 他们的人生 与我无关 这天 沈鹿州落地北京 午后的天气暖洋洋的 秋意绵长 我从出租车上跑下来 风将我的好不容易 打理好的发型 吹得东倒西歪 沈鹿州拎着一个 黑皮行李箱 懒洋洋地靠坐在路边的石墩上 两条长腿随意交叠着 朝我招招手 女朋友 好久不见 尾生毕业后的许多年 我和沈鹿州百忙之中 回了趟老家 班长听说后 硬要组织一场同学聚会 所以当晚 我再次见到了陈继和林飞 其实最开始 我没认出陈继 他跟当年已经大不相同了 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一头的汗 进屋抛着脚 挨个给人递名片 哎呀 陈总如今在哪高就 如果不是班长打去他 喊他陈总 我压根认不出 他就是陈继 陈继一脸局促 房产中介公司 勉强糊口 你们有需要找我 能打折 大家都沉默了 这年头 房屋中介不好做 小城里的门店 倒闭了个七七八八 陈继看到了 我和沈鹿州 犹豫再三 才开口 你和鹿州留北京了 嗯 我礼貌性的硬了声 没多说什么 倒是班长到豆子一样 把我俩底细抖了清楚 乔一和沈鹿州可不一般啦 人家有自己的公司 在北京创业的 听说这些年赚了不少 沉寂更巨促了 自始至终 都在低头喝闷酒 林飞则忙着摆弄手机 神情恍惚 旁边的女同学 见我盯着她看 急冒拦住我 知道你俩从前玩得好 但劝你别操心 上一个替她出头的 已经被害惨了 我一愣 怎么说 去年 林飞为了男人 跟小姐妹借了二十W 后来男人跑了 小姐妹生了病 林飞掏不出钱 眼睁睁看着 她小姐妹病情恶化 被家人接到省城 去看病了 白眼狼 恋爱恼一个 谁帮谁倒霉 这件事 你怎么知道的 嗨 沉寂说的呗 我点了点头 没有细问 心里五味杂陈 聚会中途 我去了趟洗手间 顺便到后面的院子 喘口气 咿咿咿 沉寂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我浑身一僵 正准备走 沉寂盲说 你别害怕 我就是想跟你聊聊 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见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沉寂盲说 我后悔了 如果重来一次 我一定不会选择 跟林飞在一起 如果没有那天 如果是你 我今天也许 她语速飞快 生怕晚一秒 我就听不到她的忏悔词了 我顿住了脚步 回头望着她 沉寂 你以为你这样的人生 只是因为谈了场 错误的恋爱吗 我无视躲在角落里 偷听的林飞 说 你的成绩 人生规划 能力 智商与眼界 远比你认为的恋爱重要 你之所以不幸 是因为你本人就不幸 而不是别人 给你带来的不幸 林飞不欠你什么 也不要把什么事 都归到女人身上 刚才同学跟我说 这些年 林飞过得不好 有一大半原因 是沉寂报复她 她不甘心自己的命运 毁在林飞手里 于是拼命散播林飞的八卦 想让她无处立足 有同学在敲窗户了 大致意思是要散场了 我丢下沉默的沉寂 转身离开 经过林飞身边时 她似乎是想开口 跟我说些什么 她不对离开了 夜幕似合 沈璐洲提着我的包和外套 站在路灯下等我 见我走来 她跨起胳膊 任由我挽住 笑着说 林飞说要跟你道歉 见到她了吗 见到了 没理她 我抿着唇 情绪不太高 不知不觉 我们走到了高中学校门口 许多年过去了 景色依旧 一个老婆的小推车 盖着一层防水布 停在角落里 那是我和林飞 最常光顾的小吃摊 这么多年 依然在这 沈璐洲摸了摸我的头 想起以前了 嗯 高中毕业前一天 我给沈璐洲送奖杯摔倒 林飞拿着两串烤鸡翅 在校门口等我 她那会儿跟着奶奶长大 没多少零花钱 看到我瘸着腿出来 她掏了全部的零钱 吩咐陈继去买消毒用品 还嘱咐她一定要买最好的 紧张兮兮的样子 瞧得陈继直就没 离开时 就差把你俩一起 过得了刻在脸上了 那是我们高中时期 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之后 我们各自奔赴了 属于自己的未来 在后来 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 变成了陌生人 你说 人为什么会变呢 沈璐洲说 人越大 越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也许是他突然明白 你对他来说 不再重要了 风吹来 沈璐洲的话 散在无边的夜色中 我扁了扁嘴 小生说 刚才是我最后一次帮他了 好 最后一次了 我重新拉着沈璐洲 朝远方走去 谈话声消弥在风里 沈璐洲 你是什么时候明白 自己想要什么的呢 一直明白 嗯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暗恋了一个人很多年 可是我们差点错过 无所谓 我总会去到你身边 全文完